我們看2024年你投資的主旋律 應該要放在債券嗎 我們看現在有很多投資人都覺得 2024年就是美國債券年 我們來看現在大家很多錢都已經砸進來了 那個是說到做到錢都拿出來的 我們看美銀的調查說 現在做多美債的壓注是20年來的第三高 然後我們來看大家的華爾街看法 預期2024年美債的殖利率會開始走低 就代表美債價格會開始往上走的 有多少人呢 占比高達百分之六十億 你看六成的人都覺得美債買下去 沒錯 因為這個美債價格要開始往上走 好那這是真的嗎 大家都這麼看的同時 這真的是一個對的方向嗎 我們應該投資往這裡來 趕快問問家長老師你的看法 他們這個預期就是說明年會降息 對 明年降息的話 那麼殖利率會走低 價格走高 是 那問題是 我們看一下美債的這個問題是這樣 他去九月二十一號 今年九月二十一號的時候 他那個十年級公債殖利率的 向上突破百分之四點四 本來在四點四以下 四點三這樣子盤整 然後最後你看 這邊有個跳空的地方 有個跳空缺口前面這裡 對 那個是九月二十一號 沖上百分之四以上 直奔這個高點 在十月二十九二十那一陣子 就是到了那個逼近百分之五 百分之四點四九八之類的 逼近百分之五 然後從那個以後 一直到十一月二十號 二十二號 他跌回百分之四 你看又跌回當初 這個百分之四 四點四 這裡 對百分之四點四這樣子 所以你看 短短的這樣子 一個上去又下來 這個表示 債券的波動性很高 就出來這裡 債券原來是避險資產 照理說應該是穩定的 應該不要有這樣的波動 你看看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波動 一個半月上去 一個再一個月下來 你看這很罕見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 你看債券都是波動性不大 它是避險資產 結果現在變成了風險資產 是 那所以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對於利率的動向 華爾街這些人 沒有辦法真正抓住 聯準會的邏輯跟心情 那聯準會有升級的考慮 他一直講明年不降息 結果華爾街一直說 明年會降息 對 所以他上次先把明年降息 四嘛 先改成說暗示 你先量嘛 說不定過 像以前的例子 到底是聯準會 他死鴨子嘴硬講的比較準 還是華爾街看法比較準 華爾街怎麼可能有聯準會準 所以還是要聽聯準會的 對不對 聯準會擔心的 就是說如果通膨打不下去 老是在那邊撐著撐著的話 後面會有後遺症 這個叫做通膨會長期化 如果通膨常態化的話 就會長期化 那現在華爾街這麼看好 這個接下來在二零二四年的債券 說不定沒有那麼好 是這樣子嗎 就是他的邏輯 其實這樣就是說 通膨數據有放慢 對 所以聯準會打通膨的緊迫性 有降低 那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經濟要衰退的話 聯準會可能會降息 來避免經濟衰退 那主要是這兩點 對 但是這兩點都進不起檢驗 是喔 就為什麼說聯準會 包括主席一再講 利率高點 可能要維持一陣子 比如說一年 那利率到高點沒有 現在還沒有確定 因為可能還會再調高 譬如說三次四次會議才生意 就是升息速度化還在升 他現在沒有說升息已經結束 所以現在華爾街都覺得 升息循環結束了 但是現在老是覺得還沒有那麼確定 聯準會自己也沒有說 所以我們到底要看到什麼 就看到他開始降息那個才可以確定 升息循環結束 我們以前講過 降息的話 他會先來一個透露消息說 內部開始討論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討論出什麼東西 就降息的條件開始開出來 什麼情況下我會降息 最後的話終於要降了對不對 我預告我接下來要降息 整個前瞻指引 降息的那個前瞻指引 與市場溝通會這樣 所以現在都沒有 對 現在還沒有看到 內部開始討論降息 那聯準會擔心通膨 不能馬上打下來 會有後遺症 包括我們之前也講過 工資可能會上升 租金可能會上升 油價也可能上升 那降的話通膨會捲土重來 所以聯準會是很擔心這個問題 他們面對的真正風險 不是通膨降下來 這個這麼簡單 而是說他怕通膨降到一半 降到現在以後 後面沒有力氣再讓他降下來 通膨下降的力道 已經發揮完畢了 如果不降息的話 現在大家在那邊想得很美好 說明年債券可以怎麼樣爆賺 就想太多 你看有多少人的 把錢都已經放進來 二零二三年債券的ETF 有六千億台幣 錢都已經卡在這 明年賺不到 老師你是這個意思 對 你現在講到一個問題了 怎麼辦 現在我們現在看到 西曼尼的資料顯示 到十一月二十二號為止 所有債券ETF中 近兩年跌幅 百分之十以上的 有六十多檔 那有兩檔的話 跌幅更達到六成 所以過去兩年來 買債券ETF的全部套牢 對啊 那我們在很多場合都講 因為升息接近尾聲 這種說法有點超前 對 我們本來投資布局就要超前 只是說我要等多久 不是 你投資布局不是跟聯組會 中央銀行對著幹 所以我現在就還是對著幹 投資人應該要跟著中央銀行 不是跟中央銀行對著幹 所以我們都買太早了 現在的話 華爾街這些叫投資人買債券 理由是因為升息循環 接近尾聲 對 這種說法跟策略 是跟聯組會的貨幣政策 對著幹 聯組會後來一再潑冷水 他起先去年說什麼 說那個通膨速度會放慢 對 然後今年的話就開始說會降息 對 把我乾脆出來說 我今年不降息 明年也不降息 要降息的話 最快是二零二五年 講得這麼白 華爾街還在告訴大家說 趕快來買 那他說二零二四年 是美國債券年 家長老師不這麼認同是不是 不是 金融市場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聯組會有他的政策 優先次序 就是說優先對付通膨 不管經濟衰退不衰退 可是華爾街都一直以為 貨幣政策會避免經濟衰退 所以會降息 問題是通膨沒有降息 如果通膨降不下來的話 降息是沒有用的 降息只是把通膨給撐住 通膨降不下來的話 你怕不會 所以到最後的話 很可能就只有靠近 所以把通膨徹底打下來 這樣 所以現在還不能說 因為放心 那我們套房還要住多久 法人都說還要等一等 他們也不曉得要住多久 要到二零二五年去 就是說 你不要跟聯組會的政策邏輯 對著幹嘛 再說一遍 兩遍 兩遍 我們再說一遍